今天我们来一起制作上海月饼 第一次做月饼的朋友可以学这款容易做不需要模具的上海月饼 这是上海月饼的食谱,大家可以截图收藏 40克的瓜子仁直接放入烤盘摊开 120摄氏度烘烤大约20分钟就好了 烤好后取出蛋粮备用 接着我们来处理咸蛋黄 把咸鸭蛋洗净 敲开,取出蛋黄,用清水洗去薄膜 洗净后的蛋黄放在涂上玉米油的盘里 白米酒或玫瑰露酒倒入喷瓶,喷在蛋黄去腥味 然后大火蒸10分钟 蛋黄底部会出现泡沫 蒸好后取出蛋粮备用 现在我们可以准备月饼内馅了 把一公斤的莲蓉馅倒入一个无油无水的碗里 加入烤好的瓜子 混合均匀 混合均匀后 平均分成10份搓圆 一份大约102克 搓圆后用拇指在中心按压出一个小洞 把蒸好的蛋黄放入洞里 然后搓圆 月饼内馅做好了 这里有两个内馅我没放蛋黄 先做个记号 盖上保鲜膜放在一旁待用 现在我们来制作上海月饼皮 准备一个无油无水的碗 加入140克软化的有盐牛油 用打蛋器打发牛油制软 知道了吗? 温量的电脚 跟状态 小柠 加入60克糖粉,稍微拌一拌匀 这里我不小心先加入蛋黄了 加入1个蛋黄,继续搅拌 一直拌至牛油油后变清,转入粉色 整个搅拌过程约4-5分钟 1个蛋黄,继续搅拌 接着将20克蛋黄粉,40克奶粉和220克低筋面粉过筛至碗中 它吃抹鸡 怎么翻 好吧 先不如高 先 penet代一下 淀粉 芽苏 还没加 现在有淀粉 鸡蛋黄粉 先拌一拌续状 接着再用手揉匀 揉匀后的面团表面光滑 面团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 30分钟后把面团从冰箱取出 平均分成10分搓圆 每分大约50克 剪开 一个塑料袋取一个面团 放在塑料袋内盖上 再用一个小碗把它压圆 取一个月饼内线放入正中央 借助塑料袋将内线裹上 合影揉匀 利用虎口慢慢推斩饼皮至收口滚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把做好的月饼放在烤盘上 放入预热烤箱170摄氏度,烘烤15分钟 等待的时候准备蛋液 在一个小碗加入一个蛋黄,一茶匙清水和四分之一茶匙玉米油 搅拌均匀待用 15分钟后取出月饼,在表面涂抹上一层蛋液 每一个月饼涂上一层蛋液后,再涂第二层蛋液 每一个月饼涂上一层蛋液后,再涂第二层蛋液 这时候可以在月饼正中沾上一点黑芝麻点缀 再沾上瓜子仁 再次放入烤箱,一样170摄氏度,烘烤15分钟 温馨提醒大家,各家烤炉火力有别 此部分请自行调整 上海月饼完成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期见 在楼上海月饼控制,廈杨师,再涂一层蛋液 带和涂一层蛋液 在准备里面下午再涂一层蛋液 尾酒 适合 让消洗 软 刚才 中花 全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